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格里拉 浪都这个地方 海拔4600米的高山上拍摄一部关于植物的自然类纪录片 这位美女是英国留学回来的植物学硕士 是我们的驻祖专家李倩 这位是我们的向导扎西顿珠老师 我们都喜欢叫她德鸿师傅 她对香格里拉 云南 甚至西藏这里的高山植物都非常熟悉 这一路都是都靠她来带着我们 就是哪有什么 那有什么 这个是如鼠夹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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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里有一个雪兔子 哇,水蒙雪兔子 它是个宝宝 应该是它的幼苗 它这里海拔有4600了 接近4700了,这里 哦,这里有4700 差不多了 这种地方,你看我们人已经 对对对 就感觉不太有 就是我们刚才气喘气喘的样命 就是气喘气喘,这里刚才德勇师傅说 这里已经有4700米的海拔 所以跑到这儿是有点喘 刚到这里还有点头疼 是因为它浑身长满毛嘛 所以叫它雪兔子 是,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是早嘛 如果再晚的话呢,它长高了以后 我们就看不到这个雪兔子了 被那个老百姓踩走了 因为现在我们早 还能看到 为什么要踩它 就说是有什么药用价值嘛 那就踩了以后呢 就卖给游客什么的 真可惜 不过也要长到那高度的时候 差不多有这么高了 才能看到它的形态 你才知道它为什么叫水母雪兔子 对吧 长到这么高的时候 特别像那个水母 又像兔子 又像兔子 就是说远处一看 那就好像蹲着一个兔子一样的 就是长高以后就像一只兔子蹲在这里 对对对 它长高以后还是活毛绒 对对对对 它那个环境特别恶劣 它一般是在4600以上才发现 也就是说4600以上才发现 还是在那个流石滩里 它也不会长在别的地方 就是灌风啊 那些不会有 就是流石滩里 在一个高海拔地区 就是说岩石啊 这些都是暴露在那个 暴露在这个阳光下以后 开始开始就风化了 风化作用非常强烈 是风化 然后它就碎成这种一个 就像它它碎了以后 就有一种流体的那种感觉 流石滩的时候就流下来 它下面有土壤吧 我觉得这个雪兔子 简直就像从这个石头缝里面冒出来一样的 对 它土壤特别少 然后它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的话 它这里是长不了的 因为这个流石滩里的话 那个水分啊什么的 是特别的稀少 所以它没有披上一层这个羽绒服的话 它生长不了 这是它羽绒服 对 等候师傅说的对 就是说这个长毛 它算是高山植物 对于高原极端恶劣环境的一种 适应性进化 进化出来的一种特征 它这叶子周围有那个小锯齿 然后它花絮其实是在里面的 就是说它的那个花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叶子 然后这个毛是它叶子上的附属物 嗯 花在中间 就是这些都是叶子 这些小的是它的叶子 对对 它那个雪树与叫做瓦楞状的排列 像瓦一样的附在一起 这还不是一朵花 这只是它的 就 不是的 这是很多很多花 哦 里面有很多很多花 哦 它的花是藏在里面的 对在里面 开在里面 哦 就是花开在里面 它的果实也建在里面 但是外面弄一层 毛绒的被子把它盖住 那等你 它到花期的时候 花会出来 就是长到特别高的时候 花在顶端 嗯 嗯 是一个头正花絮 嗯 像雪兔子 它这种上面披了非常厚的毛 这个毛 第一是 比如说高原风一般非常大 然后会带走它 就叶表的蒸腾作用特别多 这可以它保护起来以后 它蒸发的水分会少 这算是 锁住水分 对对锁住水分 腦腦锁住水分 这是对于高原这种干旱低温的一个适应 嗯 然后那个阳光也特别强 就是强辐射 像这个白毛还可以反射掉一定的辐射 嗯 然后其实都是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嗯嗯嗯 那这个也应该可以 像穿个羽绒服的话 应该是可以保温的吧 有 嗯 它吸收了热量以后 就热量不容易散失 嗯 如果对比起周围的石头来说 如果用红外拍摄的话 它的温度应该 就晴天的时候 它温度会比周围要高一些 嗯 那这个有药要价值吗 要用价值 你们以前采这个 应该是没有的 这个是我们以前是不采的 嗯 但是那个 雪莲花 嗯 雪莲花是以前也是 就是说那个 少数人是去采的 嗯 那这个就是说那个 水母的话 以前我们是不采的 嗯 它应该没有什么药原价值 应该没有 它和那个 学名叫雪莲的那个亚蜀的植物 嗯 是近亲 嗯 它们都是菊科 蜂毛菊鼠的下面的成员 然后雪莲亚蜀大概有20多个种 雪兔子亚蜀也是20多个种 然后雪兔子它的性状就是这样浑身披毛 嗯 雪莲的话它是那个包片是磨制的 嗯 然后它特别像 一个莲花 嗯 这应该是它的名字的来源 该是揭开雪莲花神秘面纱的时候了 在植物学中 雪莲有其对应的植物 属于菊科粪毛菊鼠 粪毛菊鼠下面共有五个分类 即雪莲亚蜀 雪兔子亚蜀 粗片亚蜀 齿冠亚蜀 与粪毛菊亚蜀 简单说来 雪莲指的就是雪莲亚蜀的成员 而雪兔子就指雪兔子亚蜀的成员 雪莲和雪兔子作为近亲 分布海拔都很高 虽然长相相似 但仔细看 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雪莲的包片是磨制的 在阳光下呈半透明状 身态上有几封莲花的意思 而雪兔子的包片是绵毛制的 裹着毛茸茸的外衣 在流石滩中圆圆旺去 就像一只兔子 所以雪兔子是雪兔子 雪莲是雪莲 多说一句 不仅仅是天山 雪莲在我国西南西北 国外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都有分布 而雪兔子是目前发现的 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高等植物 1938年 德国探险家 在海拔6300米左右的 珠穆拉玛峰南坡 采集到的一种名叫 蜀蛆雪兔子 创架了世界纪录 创架了世界纪录 现在他们冒充嘛 就说是雪莲嘛 就踩走了 所以就说卖这些雪莲的人也 他也不懂 是雪莲还是这个菊科的是吧 他们不懂 然后老百姓就是一次就全部踩走了 嗯 嗯 其实 其实这个就是 踩走就是当泡菊花茶了 哈哈 能这么理解吗 我猜味道应该差不多吧 菊科都有一种菊花的味道 但是雪莲是有用药价值的 我想这个游客为什么要买这个雪莲 他也不是说是去当做什么药去 他就说是从高山上带了一个这个雪莲花嘛 就所谓的就是那个男神女神这样就送给 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应该是药运价值不大的 没有什么药运价值 那其实有猎奇的成分在里面 啊啊啊 就说我来一次高原也挺不用雪莲 莲花什么的啊 就 莲花 其实这是雪兔子 雪兔子 嗯 这个是雪兔子 它是没有药运价值的 嗯 那么雪莲还是以前是有人踩的 雪莲以前说是那个 呃 跌打损伤方面是有些帮助 但是 呃 真正有没有帮助我们也不太清楚 就是是这么说吧 就是 不管雪莲也好 雪兔子也好 首先雪兔是雪兔是没有药运价值的 对 雪莲有没有药运价值 对 雪莲有没有药运价值 我觉得 就有待验证吧 有待验证 有待验证 它就 我是支持就是科学来研究 研究一下它的成分 看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说 说它有药运价值 或者说单纯是因为它的生长环境 就是非常的 就它非常的稀有 然后物以稀有也贵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人家上的高少 你就认为它有药运价值 或者说 因为有些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 有天山雪莲 黑玉段序高 直江软心伞 你就相信这个东西是吧 我是觉得 这个就是 就是个 泡了也就是菊花茶 本来它已经就这么努力的在这边生存 对对对对对 挣扎活了下来 为了它整群的延续 对我觉得像德宏师傅一样 你喜欢来拍照 把它拍下来 那么美的东西 把它拍照拍下来 对吧 你踩了再回去 两个小时以后 它就不是这个状态 对对对 就干掉了 对对 这种占有欲跟象牙又一样的 不要提象牙了 我已经被骂得不轻了 以前我小时候就是去我们自己家的牧场的时候 也会带我们去这种流石滩里去转 那个时候像这种水母雪兔子的话是特别多的 这些高山植物它生长这些都是不容易 你看这种一点土壤都没有的地方 它把根扎的特别深 我们一个是来的比较早 二我们比较幸运 所以现在还能够看到这个东西 到了七八月一分以后 你想找那肯定是这里的人 比你这里的本地人应该比你早的厉害吧 对对对厉害多了 他们每天都有很多的人 往山上就是有些是就是挖那个贝母 然后就说顺便看到这个雪莲花的话 野蛙它也就带走了 看到野蛙 然后像这个水母雪兔子的话 它光上价值非常高的 它特别漂亮 对就是那个长得就是那个大的时候 它就是外面是有点粉红的那种 特别漂亮 然后呢就说我们有时候也把这个东西 有时候唯一个那个东西把它藏起来 藏起来以后第一次进来的时候还能拍到 如果你不藏起来的话呢就很远就被老百姓发现了 它长得高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现 就被拆走了 就是你为了拍照 就把它藏起来 就是把它藏起来 怎么藏 就是用石头垒起来 然后就把它藏起来 做个小堡垒 对 你不把它藏起来 对 远处就不让人发现了 但是到了近处肯定是发现了 但是老远看到的话呢 就看到石头嘛 嗯 它没有暴露在外面 嗯 下山了下山 还要看水呢